各位好,我是彭歸鑫 港股星期一走势,就轉得比較反覆向上 雖然早段時間曾經升過608點 但最後收市只是升到259點 升幅是1.04% 恆子來說,成功升到25,100的水平 經過上星期五恆子急跌 跌到下去,低於7月27日低位 見到24,500點的水平之後 港股也跟回外圍反彈 最主要是因為市場對於美國在收水的時間表 又再有一個新的演繹 一旦新冠疫情影響到經濟下 整體的收水步伐又會再放慢 所以上星期美股反彈 港股今天也是有運行的反彈 不過留意一件事 就是整體的反彈力度在下午的時間 明顯是收窄了 也顯示著指數雖然有反彈 但是那個彈的力度相對還是不算太強 或者可能也是反映一件事 就是投資者看到市場在最近一個星期的下跌的幅度 其實也挺快的 而且也是看不到 就是中央好像過往一樣 看到指數跌的時候 會出來穩住市場的信心 大家還是很害怕 就是說 接下來會不會再有打壓內地的互聯網 反壟斷的活動出現 全日計算成交額 又未去到一個相對高的水平 因為都是屬於1,690億 比上星期五來講 有2,000億的成交 明顯是少了 加上今天來講 也有恆生指數換碼的公佈 理論上 今天的成交應該都會比較大 但是都是說 不到2,000億 都似乎顯示著投資者 入市興趣 不是太濃的 不過有一件事 就是覺得整個市場是回穩 其中一個原因 都看到 就是恆之保利加通道 就收窄到2,100點的 上下的垂直高度 以及也看到 上星期跌穿了 布里加通道底部 今天成功站得上來 儘管今天全日的日線圖看 恆之只是以一個 叫做 長上隱線的音軸收視 但是也不是屬於一個很利淡的訊號 尤其是看到 恆之今天的成份股 都有接近81億的資金流入回來 也都是近來來說 一個相對高的水平 顯示著投資者 在跌到低位 出反彈下 都是會主動去買股份 短線來看 至於指數 雖然還未有 能夠收穫到 20天線 或者是保利加通道中軸 但是在短期內 再掉底 跌下去 更加低的水平 那個機會 又不算太大 投資可能在短期內 繼續看著指數 向上反彈 20天線的阻力 還是比較大 大家要小心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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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